杀了不少小孩子 大家就觉得这个很残忍 因为你说堂堂的大人 欺负小孩 你剥夺他人的生命 这个人不就没有 首先就没有信仰 第二个没有道德 你有信仰你不会干这种事 你有道德 那肯定也不会干这种事嘛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深圳的富士康 有十个工人往下跳楼 一个一个 为什么跳啊 我想这些人 第一个也没有信仰 第二个心里的压力过重 对吧 劳动强力过高 劳动强度过高 对吧 自己觉得没有意思 灰心脏气 哎呀 活着不如死了 往往就这样 当然这个公司的运作 肯定也有问题 急功近利 不考虑 别人的情绪 那这个肯定也有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都 都能在社会的每一个事件中 能够感悟到一些什么 我们就觉得 在这个感悟的过程之中 我们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毕竟这是社会问题 不是哪个人 个人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 因为他们没有接受 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佛法 智慧与慈悲的教育 所以没有佛法的政治证件 才会导致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无论是跳楼的 还是杀小学生的 他们没有慈悲 没有智慧 于是他们 把自己的痛苦 发泄到别人身上 对吧 凭什么呀 对吧 可是他就是这样做了 对吧 那么 他们的问题 也反映出 整个社会也有病感 也有病感 对吧 现在都很紧张 我听说 对吧 前些日子 那个哈尔滨公安局 对吧 因为极乐寺开法会嘛 大家也来探讨 说在各个学校 怎么派警察派什么的 大家都很紧张 甚至极乐寺的法会 对吧 公安局来要求我 所以第一个 这个法会的这个 贵宾卡上 要盖上公安局的展 就争取我意见 第二个 要在外边的设安全门 对吧 我说 这不行啊 对吧 盖这张 他们是好意 为什么是好意 人家为了控制人流 对吧 为了安全起见 对吧 盖上这张 以免假冒伪劣 这个是好意 但是我们面对的不行啊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信徒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设安全门 你怎么办呢 我们很尴尬 我说我们理解 我们非常理解 我们公安部门的 关于治安问题的 一些想法和做法 但是我们这是信仰 如果说 外面确实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我们也想要号召 现在没有这些事 对吧 我对我们的信徒 虽然有时候 某种状况 我们不满意 但至少我们还是满意的 他们还是能够自律的 对吧 虽然可能有一些个社会上 消耗不良的 就是仇视社会的人 但是我想 这个 我们发动起来 局势保安 或者是公安局 我们方方面面努力 大家注意一些 就能够解决问题 事实证明 很圆满 但并不意味着说 以后会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也会非常谨慎 对吧 这是社会的问题啊 对吧 只要一个人犯了错误 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不安 对吧 站在佛法的角度 这是我们共同业力所招感的 所以共业 但也有别业 对吧 那么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份责任 所以我们要用慈悲心来看待他们 都有一份责任 佛教徒哪个没有责任 对吧 那我们有个别部门 在法会期间 有人就告诉我们 他们确实有一批人 但是呢 拿了一个工作人员的牌 拿跑了 然后人家为了进出方便 你就走了 没有福 对吧 我说不要去恳求他们 对吧 我们还有大多数的佛教徒都是好样的 就够了 个别人是难免的 那书三国有十几个人跑了 没有了 只好先去抓人 对吧 他们没有成佛 请你们 请你们不要去 不要去恨他们 恨他们就是对自己的伤害 对吧 但是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这点小事都干不来 这点责任都担当不了 那请问我们还能干多大的事 那别的事肯定也干不来嘛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从一点点小事做起 所以我们要用慈悲心来看待他们 但是处理事情时 还是用智慧来评判 不能用感情用事 用智慧怎么样 该一也是一该二也是二 对吧 那么就是 色不一空空也不一色 对吧 你不能不守规矩 你不能不听吆喝守本分的 都应当如此啊 因为这样的原因 以免因意识情绪的冲动 有所偏颇而造成将来的遗憾 智慧 对吧 所以我们不要去跟他计较 那么最后他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他会改变 那么也有的人说 他你不好意思 他没有不好意思 没关系 对吧 那这样的人 大家慢慢的久了 大家就知道他是什么人就好了 分不着你去教育他 你往往也教育不了他 对吧 所以这个世界啊 需要佛法 自己实践佛法 是最可靠的 是最保险的 对吧 希望人家做到 是不容易的 你希望人家做到 哪里那么容易啊 对吧 那么 如果大家都能够用智慧来处理事情 以慈悲心来对待众生 那么自然能够产生力量感动 你就有力量 你就有舒服力 对吧 你想想 名正言顺 名不正言不顺 对吧 你 你自己定位准确 那么 你说话底气就不要足 如果你自己什么都没做 你去 对吧 让别人做 别人不会做 对吧 这就是现实的问题 这是第二 第三个是感谢 对吧 感谢 顺利因缘都是恩人 顺利 对吧 好事 对吧 不要执着 坏事也不要执着 对吧 好事是顺缘 对吧 有人说 计较 那错误的 好事不如无事啊 不执着的才是解脱啊 对吧 那么 应该以感谢的心 来接受顺境 逆境 两种助缘 很多人 只能够感谢对自己有利的人 对吧 把他们当成是贵人 但是 以逆境 激励我们成长的 很多人 也就是我们现实中 经常说的 犯小人 对吧 经常会算命的 他经常会说 你犯贵人 你犯小人 对吧 我们不但要感谢贵人 而且还要感谢小人 小人 常常就是我们的敌人 对吧 我想说 如果你有一点点成就 你需要什么 朋友 需要贵人 如果你要有更大的成就 你一定要有敌人 你要有小人 没有小人 你怎么能长大呢 对吧 你做更大的事 你没有人 没有人来去 搞点破坏啊 说点风凉话啊 你能干大事吗 你干不了 对吧 什么叫小人 小人就是你的贵人 对吧 经常有人说 我犯小人 我说你什么都不犯 那我犯啥 你犯啥 对吧 就是犯傻 对吧 你在乎了 你不就犯傻吗 对吧 如果你不在乎了 你不就成长了吗 你就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有抵抗力 管你小人 你不小人 无所谓了 对吧 所以说 小人也是贵人啊 也应该去感恩他们 感谢他们 事实上 我们应该把所有 遇到见到的 每一个人 都当做我们的贵人 当做我们的恩人 都是有利于 我们修行的人 如此一来 心中便能 怎么样 平安无私 对吧 有抵抗力吗 人说你好 无所谓 人说你坏蛋 无所谓 你说还能怎么样呢 对吧 你要受不了 你跟人家玩命 结果怎么样啊 你玩完命之后 你进监狱了吗 对吧 你吃大亏了吗 对吧 你要考虑这个结果啊 对吧 所以啊 当年我们到中国佛学院 上学的时候 没有上学之前 经常会有人说啊 所以一到佛学院上学 对吧 就要还俗 要改变信仰 对吧 我们当时也比较迷茫 对吧 后来我们到了佛学院 我发现我们也没有改变 当然我们迷茫 还有别人对佛学院的误解的时候 它也是有根据的 因为恰恰在我们身边的人 发生了 他到了佛学院 他的品质 他的道德 极其让人家失望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 佛学院就是这样 事实上他不是这样 很多人就为了什么呀 为了给自己堕落 去寻找一个借口 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的时候 我发现 对吧 只要我们 自己能够把握住自己 别人说什么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问题是 你要干什么 你要清醒 你要把握 足够了 对吧 那一过去 我们乡下有一句话 说你听兔子叫唤 你还不种黄豆了 对吧 我该种黄豆 你种黄豆啊 对吧 你兔子一叫唤 你就不种黄豆了 那也不行啊 对吧 我该干什么 还要干什么 别人说什么 那是别人的事 你干什么 这是你自己 可以决定的事情 不因为别人说什么 你就不干了 那怎么可以呢 对吧 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寺院里的师傅 还是我们的护法居士 谁干的越多 恐怕他越有毛病 谁什么都不干 他一点毛病都没有嘛 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没毛病 可是他啥都没干呢 那这样啥都没干呢 你说他是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这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吧 所以我们不要指责 那个有毛病的人 他是一个过程 他需要去锻炼 他只要品质上没毛病 我们允许人家犯错 完人不就是佛吗 可是佛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大家还会指责他 还会看他不上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坦然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还要 对吧 感谢我们的姻缘 比如说女人 对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感谢感恩那些个小人 对吧 那些人实时的 让你怎么样谨慎 对吧 比如说人家告你状 说你贪污了 对吧 那么你没有贪污 可是你要提醒自己 如果我真的贪污了 很麻烦 所以你的感谢那些人 提醒你 不要贪污 对吧 人家提醒你 做别的事了 那你也要警醒自己 我不要去做其他的事 所以这些人 恰恰的成就了你 对吧 别人说什么 那是别人的事 我做什么 是我的事 但是恰恰别人说那些事 我不可以 一定用行动来证明 前几天 有五一之前 就有一个人说 是我的出家人 在外面犯什么借了 我说好 请你拿证据来 请你拿证据来 当然这个证据 我们请公安局的朋友 来上这些鉴定 如果确实是我的出家人 有问题 我马上开除他 对吧 当然他是需要开除 开除 好 我一个星期就来找你 现在23号 对吧 我等了几个星期 也不见这样的人 可是这样的人 在背后阴暗的角落里 对吧 他不断地在说三道四 不断地制造流言蜚语 其结果 没有把我们的 真正的出家人如何 却使我们更加坚强 我们不感恩他吗 我们感恩他 对吧 我非常感谢 不感谢他 我还不知道 还会有这样的事 所以我就教育我们的出家人 千万不要这样做 对吧 于是我们没有了这样的事 所以多谢他的提醒 哪怕是流言蜚语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怎么可能成长呢 对吧 所以感谢这样的人 对吧 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人 我们要接受他 要面对他 对吧 你这个社会 这就是社会 你说我不面对 不面对就不行 同时你还要接受他 接受这个现实 那么 第三个要处理他 要解决他 对吧 你要解决他 对我造成的困扰 执着挂爱 你要解决他 那么最后是要放下他 你不要在乎他 对吧 其实应当如此 对吧 那么 用智慧来处理事 用慈悲来面对人 处理以后 就放下 心中不再挂爱 不要老去执着 不要老去肛肛于怀 谁对我不好 对吧 要经常念 别人对你曾经的好 而不是要记挂 别人曾经对你的不好 对吧 所以说 逆缘 对我们而言 不是困扰 而是值得感谢的姻缘和锻炼 锻炼呢 应当如此啊 第四 我们要感恩 感恩就要奉献 回归不求报 对吧 那感恩你不要求报啊 你要求报 那么很麻烦啊 对吧 那有护益症了 我们今天要 要报恩 要感恩 其实你要求回报 那就是一种交易 对吧 当然 被帮助的人的感恩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观世音菩萨 因为能够造进五蕴皆空 能够不执着我们这个物质的色身和精神的感受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 比如说一种有什么幻听 有什么幻觉 对吧 那就是精神范畴的 那么所以他怎么样 能够度一切苦 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他还是以种种的形象和身份 来到十方世界 广度一切有缘苦难的众生 为什么是有缘呢 因为没有缘呢 你要能念观世音菩萨 他才不念 对吧 有缘了 你要能念观世音菩萨 他能念 对吧 所以说 这是由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而其慈悲心 则是从感恩心而来 要感恩的 对吧 那么凡是得到佛法 恩惠的人 必定会有感恩图报的心 感谢三宝的恩德 因为我们归于三宝了 我们明白佛法 如果你不归于三宝 那你是门外人 对吧 但是三宝是很抽象的 例如报福恩 佛讲智慧慈悲 给我们 但是佛的化身 已经不在 就是佛的 这个八十年的 这个身体 已经不在 他是有始有终的 对吧 如果要报福恩 似乎已经没有机会了 好像没有 对吧 其实有 所以应该 转而为 为众生去奉献 对吧 那华人间说 若无众生 既无如来可生 所以帮助众生 我们就有成佛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要帮助众生呢 帮助众生的目的 是改变我直和自私 对吧 因为我们自私 有我直 怎么样啊 我帮助他人 虽然我看他很不可爱 虽然我看他不舒服 但是我还是要帮他 因为我看他不可爱 不舒服 还是分别性 还是我直 所以我通过去帮助他 改变我的自私 我直 分别性 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对吧 那么 如此救济众生 来报答佛陀的恩德 是必要的 例如观世音菩萨 就是在那 在佛那里 学得了法后 又把法 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还不是自己对众生 私恩 而是为了感恩 而来度众生 他不是为了 这不是为了对众生啊 我私恩啊 他为是感恩啊 对吧 我们只有感恩 只有报恩 我们自己才有机会 我们经常会让别人 报我们的恩 这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感恩 应该报众生恩 这才是对的 除了报三宝恩之外 凡是受恩于人 便应该要感恩 图报 对吧 你不感恩图报 你哪里有机会 感恩图报 本身就辅得因缘 资良嘛 对吧 那么 有回向心 对吧 那么回向很重要 我愿意把念佛的功德 我回向给法界众生 我都给他们 对吧 这从而来锻炼自己 对吧 现在很多人舍不得给他们 对吧 就给自己的妈 给自己的爹 对吧 往往都是这样 那法界众生 有没有你的妈 有没有你的爹呢 但是有的嘛 但是你心仰是打不开的 所以暂时就让他那么回向吧 他慢慢发现 对吧 这个爹啊 妈啊 也是无偿的这个因缘 他会算的 对吧 你执着就是一种执着和惯爱 那就是狭隘和局限嘛 对吧 所以你需要去打破它 所以我们也要报国家恩 报父母恩 报师长恩 这就是佛教徒常说的 上报四众恩 下记三头苦 报恩要及时 那你要及时啊 对吧 你这个父母 他在活着的时候 你不报恩死了 你拼命给他做佛事 我告诉你 那假慈悲嘛 对吧 活着的时候 好好养他 对吧 好好的要孝敬他 别人才会服气 对吧 那你活着的时候 你能养他不养他 最后呢 你说你是佛教徒 这很苍白的 对吧 不要等到要报恩的时候 才发觉已经没有机会了 对吧 而有素欲敬 而风不直 子欲养 而亲不带 他不会等你去报恩 对吧 你要时时的去报恩 就好了 对吧 那么随时随地心存感恩 用财力 用体力 用智慧 用心力 来做一切的付出和奉献 这是佛教徒 有说服力的行为 对吧 你什么都不做 你就给他念佛 因为很多人就 我一心念佛了 我父母也不养了 我吃过责任也不尽了 我家庭也不管了 我就给他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就以为能上西方了 这恐怕没有说服力吧 对吧 你不管了 怎么行你 你有责任呢 对吧 你还是要管的 只不过管制要有度 对吧 该管的要管 不该管的就不要管了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能度是恭敬的 对吧 而不是以俗舍心来付出 对吧 所以古人说 我不吃居来之食 说给你吧 我俗舍给你的 对不起 我不需要 那么如果用另一种 态度说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来帮助你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通过 让我来帮助你 就是最圆满的帮助我自己 别人恐怕会给你机会 对吧 我们现在很多的不私者 就认为自己高高在上 对吧 自己觉得有一种尊严啊 神圣啊 骄傲啊 那不是最好的佛法 那是世间人的我值啊 那是不对的 可是很多人 他还没有改变 你也不能一下子要求他改变 对吧 他得需要一个过程来完成 对吧 那么否则便会自以为是 自己是私恩的人 产生自以为了不起的心态 我了不起 对吧 那这个是障碍啊 为什么我了不起 因为就是我值 你才有我了不起嘛 对吧 那么认为自己做了很多的功德 而且一心期待对方来怎么样 赞叹自己 对吧 回报自己 这是不知惭愧 跟佛法不相应 梁武帝就是一个例子 对吧 他自己问达姆祖师 这见识度生 对吧 那么做了这么多功德 有功德吗 没意思 你说让别人赞叹自己 达姆祖师说 没有功德呀 没有功德 于是他说 对面者谁 你看我是谁 那意思 我是皇上啊 我不认识 话不透极 对吧 那你想想 我们今天很多人就会说了 你是谁 你是大菩萨 你肯定是成年再来啊 你了不起啊 肯定乐得比利泡就出来了 肯定是这个结果 对吧 可是达姆祖师 他是在真谛上 是让你不执着去教化人的 才让你彻底解脱的 可是他不接受啊 对吧 往往如此 我们现在很多人 不都是局限和困扰吗 对吧 所以是不是应该需要改变的 肯定是需要的 相反 接受布施或服务的人 所以要把对方当成恩人 感谢他的恩等 也就是彼此都要存在奉献 供养 感恩的 报恩的心 对吧 一方 以感恩的心奉献 另一方面呢 要以感恩的心来接受 那不能说 好了 那你不思 那你应该 对吧 我曾经见到过 一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让我很失望 对吧 人家不思的 他说活该 他应该给我的 应该给我的 不是扯淡 谁应该给你的 你不穿这些衣服 人家欠你什么 对吧 你穿这些衣服 人家才供养你 你不知惭愧 对吧 怎么可以呢 谁应该什么 对吧 不可以 都要感恩 这样的话 我们 就会对佛法才负责了 否则你不是在负责的 对吧 所以啊 很多人嘴上啊 说是奉献 其实心里是在怎么样 在投资做生意啊 对吧 跑到庙里 说舍得舍得 哎呀 这个投资很好 哎呀 舍一得万报 哎呀 这个很好 对吧 是投资做生意而已啊 对吧 所以今天呢 给了些什么 明天就希望 得到一些回报 那很多人是这样 对吧 我们一个佛教徒 我到秦皇岛 我不是秦皇岛 唐山去讲课 那在佛学院的时候 对吧 一个人就跟我讲 说我供了一宗观世音菩萨 对吧 我跟他求 跟他讲 帮我干了什么 他不帮我干 最后我把他锁上 锁上了 他不管事 对吧 我当时很尴尬 我说 你这不是佛教徒啊 佛教徒不是这样啊 他改变你的心啊 改变你的执着啊 观世音菩萨 恰恰是这样的啊 那照见五蕴皆空啊 对吧 他不执着 所以他才有感应 你现在有执着 你怎么会有感应的 他不理解啊 没有办法 对吧 事实上 这是利益交换 不是报恩 也不是奉献 是一种交易 哎呀 菩萨 我可给你烧香了 你看着是我烧的 对吧 你一定要感应我啊 你要感应我了 我再给你烧香 或者给你挂一个锦旗 往往是这样 对吧 我们经常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对吧 他以为观世音菩萨 就喜欢这套 这不是 观世音菩萨哄你玩的 对吧 你要是哄观音菩萨 那你就错了 那你大错而特错 所以说 真正的奉献 是没有条件的 是因无所助的 是不要求回报的 我们要求回报了 那就很苦恼 对吧 那么第二 发广大怨心 救济众生 这凡夫众生啊 讨厌苦难 逃避苦难 结果反而经常被苦难所困扰 被苦难所局限 经常在泄入苦难之中 对吧 经常会说 我犯小人 犯小人 最后的 就经常的被小人所迫害 对吧 如果他比克利很好 那小人就被他转化了 不一样 对吧 菩萨不逃避困难 不逃避苦难 却能深入苦难中 来救度苦难中的众生 不然的话 观世音菩萨犯隐了 犯什么隐 救度众生的隐 道价慈行 他本来成佛了吗 他本来是正法名如来 于是他犯隐了 他道价慈行 应以和神得度 寄宴和神而为说法 这就是普门品告诉我们的 随人忍用 左右逢源 我们现在是左右为难 对吧 所以不一样 对吧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慈悲 因为慈悲 所以他有智慧 因为智慧 他才有慈悲 请问 我们有智慧吗 我们没有 我们有慈悲吗 我们也没有 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是佛教徒吗 很难说 但是我想说 我们现在可以做得不够好 将来应该慢慢的会好起来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修行的内容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内容 我们不能 也没有理由说 我们是佛教徒 对吧 那么出发心的菩萨 以利他 在利他中完成自利 以利他为目的 没有想到 对自己是否有利 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对吧 那你利他为目的吗 我利他了 就是利益自己了 你不需要说 我利益自己 你利他就一定是利益自己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提上一种 利他的精神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对吧 要不然怎么叫普门呢 对吧 只有一门就好了 对吧 应以合身 得度 即限合身为书法 寻生救护 那就是要普门 对吧 只有普门了 大家才广结善缘 广度众生 才是有说服力的 对吧 那么四感 就是要我们 感化自己 感化自己 先要说服自己 佛法能说服我吗 能 好 你感化了自己 才能感化他人 那么感动他人 对吧 你感化自己了 你就能感动别人了 感谢 顺境 感受 感谢利益 也就是感谢顺缘 感谢利益 对吧 好事 坏事 不如 不在乎这事 都过去了 对吧 感恩 奉献 付出 对吧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发广大的怨心 如此 就能够经得起苦难 不但不以苦难为苦难 同时又能够在苦难中 就以苦难 在苦难中 成就物 成就智慧 成就慈悲 一定可以 这就是自利利他 自自自人的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那么我们 应当在 观世音菩萨 普民品中 能够感悟到 慈悲与智慧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 后学弟子 我们将来成就的 也应该是 观音行 也能够具备 观音菩萨的 慈悲与智慧 那么我们 有这样两个问题 是怎样放生才如法 我们经常向 买鸟 卖鸟 卖鱼的人预定 我感到这样做 有些不妥 可是不这样做 怎么能够消灾 免难呢 这个有后遗症 这个有后遗症 对吧 你上人的预定 你给我弄 二百只鸟 你给我弄 两百斤鱼 干啥 我要放生 这个结果就是 他就给你抓鸟去了 他就给你捕鱼去了 请问这叫放生吗 这闹着玩呢 放着玩 不叫放生 对吧 我记得 我是00年 是01年的时候 我在广州过年 我和我的同学 去放生 因为我的同学都不懂 买了好几十箱鸽子 对吧 然后就到南海 那个去放 放完了就跑家去了 对吧 这不叫放生 这叫放着玩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不对的 当然预定 肯定是不可以的 我们尽量要回避预定 到市场上 你看到那个就被卖掉 被杀戮 被吃掉 好 你就把它拿过来 给他念三归一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马上法 对吧 你再跑到庙里 你再找师父 再念两小时 最后的都死掉了 对吧 我希望放生 就是要把它放活了 不是要把它放死了 对吧 无论如何 都不能把它放死 对吧 那么有人去世了 他的亲属把钱 优到一个地方 去做佛事 对吧 那个地方来电话说 已经给他家的亡人 超渡到极乐世界的中品了 还要再有五百块钱 就可以超渡到上品了 请问 怎样才能判断 亡人是否被超渡 上品往生了呢 我不知道 对吧 你愿意上当 那是你的事 如果 多加五百块钱 就能上品上升的话 我将来一定准备五千块钱 对吧 是不很荒唐吗 这个寺庙是不负责任的 我不管它是哪个自愿 我觉得是我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承诺 有人说 你是不是不自信 是啊 我不能 我刚才说了 我不能光着屁股碾狼 胆大不海灶 那我成了什么呢 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愿意听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建议你 你要谨慎 你要小心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 有人说 读诵经典 不要去思议 读德 变数多了 智慧自然就开了 可是我已经把 无量寿经读了三千多遍 对佛教道理 还是不清楚 常常因为不能分辨 种种说法的对错 而走弯路 对吧 我想说 法无定法 对有的人 你告诉他 你就念好了 念到一定程度 疏读百遍 七亿自见 自己就显现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读了三千多遍 无量寿经 你还没有感受 佛法的 无我 还没有感受到阿弥陀佛的 慈悲 那就说明你还得去真正的理解 消化 受益 才有说服力 就像别人问我念佛一样 首先要赤明 先念起来 先念到一定程度 你不会有耐心的 怎么样 要观像 要看你阿弥陀佛的像 庄严 然后生起欢喜 那么印象深刻之后 把像拿走了 你还能观像念佛 观想念佛 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庄严像 已经电入我的头脑里 我观想也可以念 最后十项 我不念也可以念 我念也不止诺 这个叫做十项念 你需要一个过程来完成 我想这三千多遍 你也没有白念 这一点你应该增加信心 你绝对没有白念 这个是基础啊 你念得很熟了 哪一句话 你现在 你随时随地的 你可以拿出来 然后那句话 你随时随地的 你可能会起疑心的时候 或者你有疑惑的时候 你慢慢琢磨它 你慢慢一下就 豁然开悟 开朗 这很正常 所以不要着急 根性是不同的 不要去攀比 不要着急 不要浮躁 慢慢来 还有一个问题 法师你好 请你开始 一家三口吃素 孩子在学校 有时集体吃饭 肉鞭菜 有肉 把肉丢掉 是否犯错 不存在犯错 不存在 对吧 如果这个孩子 一定要发心 吃素 那么那个肉不吃 也可以 可以送给别人呢 对吧 当然这个孩子 如果这么早吃素 是不是合适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建议你 对吧 这个社会的人呢 有时候要随缘 对吧 不可能像和尚 像出家人一样 对吧 那么你自己 给自己一个定位 如果真的发心 把那个菜边的肉 送给别人 让别人吃 也可以啊 对吧 或者你丢掉了 那么我觉得 别人看到了之后 可能会引起 误会 也不一定 尽量不要让人注意你 说我学佛 我吃素 对吧 这样的话 别人不但不尊重你 反而可能会把你 当作怪物 这个的后遗症 是要思考的 对吧 学佛是自在的事 不是为了 让别人注意我 你看我学佛啊 往往你不是在学佛 你是在做修 你看我学佛啊 他不是真学 真学的人 哪里可能让别人知道 我学不学佛你 对吧 学佛是自己的事 但是如果你想影响别人 那么请你要具备能力 你不具备能力 你是不能影响 或者改变别人的 这一点是我 对吧 我米图夫 几乎每一个佛教徒 恐怕对于观世音菩萨 都不陌生 那么大悲咒 当然也不陌生 那么如何运用 如何理解 那也是一个 摆在佛教徒面前 一个非常现实 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探讨第一个问题 现代社会的危机 对吧 我们有危机的目的是什么 提起正信 提起生命无常的 生命紧迫感 应当是这样的 那么现代社会 由于迅速转型 而隐藏了种种种种的危机 概括起来 有三点 的确有危机啊 环境危机 对吧 道德危机 信仰危机 我们说的往往都是 摆在我们面前 需要解决的危机 那么哪三点呢 第一个竞争激烈 缺乏安全感 对吧 的确确确 竞争太激烈了 对吧 有人卖东西 经常跟我说 卖的不好 的确不好 现在卖东西的人 比买东西的人多多 他能不竞争激烈吗 哪里有安全感 没有 对吧 那么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中 工商业发达 人们 助力 情绪增加 对吧 希望发财 希望成功 对吧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因为这样的情形 所以人与人之间呢 缺少 守望 相助的精神 对吧 互相之间呢 帮帮忙 互相之间呢 鼓励鼓励 没有 对吧 同行是冤家 往往如此 佛教徒往往都如此 各方社会人 同行是冤家 假和人和假和人 可能看了也不顺眼 真和人看真和人 大概也不舒服 难免会这样 什么原因呢 我们缺少真正的信仰 对吧 真正的信仰 就不会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 不能证明自己 理直气壮 对吧 那么 没有守望 没有帮助的精神 没有随喜 没有真的去 发自内心的 去帮别人 却有什么 却有你争我夺的 敌对意识 你争我夺啊 卖东西 对吧 大家就觉得很紧张 对吧 你要是比我多迈一点 我心里不舒服 就迈来迈去的 就开始不择手段了 所以他那是假的 教授教授说 后来就大张旗鼓说 能不斗起来 能不打起来 对吧 没有规则 大家就这么 心灵气和的卖 那谁买谁的 那姻缘 对吧 当然还有一个 你这个质量的问题 良性的问题 价格的问题 都是个问题 对吧 所以啊 人际关系 普遍存在的什么呀 极其不安全感 不安全啊 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有钱 我不是很安全 我没有钱 我依然不是很安全 大家就觉得 心里面浮躁焦虑 对吧 白爪挠心事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 对吧 那么所谓商场如战场 商场和战场是一样的 对吧 夏天来了 赶紧卖夏天的衣服 对吧 你没有弄好 那你这机会就失去了 你没把握住机会 那你就赔了 对吧 所以还有同行是冤家 大家买一样的东西 常常就瞅着别人不睡 这是现实啊 这是现实啊 对吧 我们的佛教徒不也是经常 给那个庙画园 给那个庙画园 经常是这样的 好心啊 但你未必干的是好事啊 真是好心啊 佛教徒不是救济困难户啊 是那个庙穷啊 对吧 穷是子 口称穷 实是身贫 道不贫呀 这不应该有缺少佛法呀 如果不缺少佛法 肯定什么都不会缺 如果没有佛法 那这个庙建起来就可怕呀 难道不是吗 对吧 因此而极比 大家的热心带有极度的盲目和情绪 盲目 错的 愚痴 情绪是因为你有情指 你依然错 你依然错 你无法解脱 你认为自己干了好事 对吧 但是 那能是固定的吗 对吧 什么叫助纣为虐呀 对吧 什么叫人家把你卖了 你帮人数钱呢 需要去考虑 所以热度要怎么样 要降温 对吧 要降温 需要理性 很重要 对吧 那么竞争似乎是怎么样啊 避免不了的 对吧 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焦虑 我们不安的 没有安全感 对吧 心里的人不踏实 那就 其实没有什么价值观念了 就觉得挣钱也没有意思 不挣钱也没有意思 那就往前下掌吧 往往如此啊 对吧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报纸的 这个 一个信息 说我们现在中国 我百分之一的家庭 拥有了百分之 四十一点四的财富 请问公平吗 肯定不公平 不公平吗 肯定又 又公平 为什么 对吧 因为 这因缘嘛 这个 你说你羡慕 你这个 你就烦恼 对吧 可是 这百分之一的家庭 拥有了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的财富 快不快乐 不一定 我只能说不一定 的确有快乐 的确有不快乐 但是 如果 只是相对的快乐 就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的快乐会无偿啊 对吧 你的快乐不会是永恒啊 这的确是个问题 然而社会之所以进步 文明能够不断的创新 多棒就是因为啊 人和天真 人和人真的一个结果 什么叫人和天真 对吧 天就是自然规律 我一再告诉大家 你也不要认为 天呢 是主宰 是自然规律 春夏秋冬 自然规律 那么人和天 为什么真呢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们明明啊 春种秋收 对吧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我们冬天也种大棚 是不是人和天真吗 对吧 那你说 种那大棚 它不正常 你得取暖 取暖就污染 那么 里面生虫子 要等农药 对吧 那么 如果为了要收成更好 那就拼命地去追化肥 那生产的东西 会健康吗 不一定 对吧 为什么我说不一定 因为我怕得罪人 有人说我虎 其实我不虎 对吧 我们也知道 那你得罪人 别人不高兴 可是这话你不说透 他还盲目 跟他睡大觉 怎么办呢 所以人不要同规律去斗争 本来原来那个水滔滔江水 向东流 他把它憋上了 都像溪流了 你说正常吗 那不正常 那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啊 对吧 本来这个季节 它不应该这么热 它现在突然间那么热了 不然人折腾的 对吧 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个实战 就是真啊 就是斗啊 为什么呀 真利啊 没有利益 它怎么能就瞎整呢 对吧 你想想 江里边 瑰吏是什么 抓大放小 大鱼你把它抓了 你吃了就算了 当然我们不能吃啊 对吧 那小鱼你都把它抓上来 爷爷和孙子都弄起来 这不断子绝世吗 对吧 事实上是这样 对吧 江北观音寺那儿 对吧 有个老板把那个鱼池买起来 原来都是观音寺的 对吧 门也不开 我们派个和尚 在那里边 去看那个庙 对吧 他门不开 为什么 怕和尚把鱼给整去吃了 和尚会吃鱼吗 肯定假和尚也会吃 真和尚不会吃鱼啊 你给我 我也不吃 明白 这就是有道理 但是他担心啊 他自己有焦虑感啊 有不安全感 他一看那和尚指定都不正常 对吧 所以怕把那鱼给吃了 所以你想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 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无奈 秀才遇到兵 有你说不亲 你跟他说我不吃鱼 谁知道你吃不吃 对吧 这很麻烦 这很麻烦 所以人和天真 跟自然规律正 因为你说人把那个 把水里的那个鱼的爷爷 鱼的孙子都给抓起来了 那鱼还有后代吗 断子学生 这就人和天真嘛 那人和人真 当然了 另外那就更可怕了 对吧 看到别人高兴 别人赚钱了 他心里恨死了 恨不得别人也倒霉 为什么别人倒霉 自己就好像占便宜了 其实我告诉你 他倒霉 我们不会占便宜的 对吧 普贤普策十大愿望 说要随喜功德 我们现在佛教徒 做的最差的 就是随喜功德 人家做了 他不但不做 甚至还要说风凉话 说人家不好 这不缺德吗 对吧 而且 一个人能干的活 对吧 一个人 一个小时能干的活 两个人 三个人 两个小时也干不了 为什么 他扯皮呀 对吧 耗时间呀 他不合作呀 什么叫和尚啊 以和为上 顾名和尚啊 要和啊 这世界不能以你为中心 也不能以我为中心 大家要和呀 早上我表堂的时候 说三个八过去了 我们总结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 感恩那些和护法的居士 虽然他们有个别人呢 就是表现得不够好 但整体上 你不感恩他们行吗 你们要怎么去运作 正常运作 不可能 对吧 但是我们的出家人 要做人家的表率 对吧 你不能像残疾人士的 对吧 你觉得你可怜 那你要可怜 那还要信仰 那我觉得 我们没有觉得 我们被可怜了 否则那是不对的 所以人和人 不要争 对吧 虽然争 也可以 对吧 但是我觉得 要正常的争 什么是正常的争 你比我优秀 好啊 那我可以争取 比你还优秀 这个争也是可以的嘛 这个正常的竞争 对吧 如果大家不比 那恐怕 社会真的不会进步 但是往往 如果比不过人家 怎么办呢 对吧 我就绊着一脚 对吧 我把它 对吧 背后说人的风凉话 背后向人开火 这不正常啊 对吧 社会之所以不够进步 那跟这些复杂的情绪有关系 对吧 那可怕啊 对吧 我听说日本人 对吧 他的学校里 课堂 谁学习好 那你就是班长 没什么话讲 不要学 对吧 为什么 这是硬价 这是你学习好 你就是班长 对吧 在我们的环境里 恐怕不是这个标准 还有人际关系 各种各样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 所以很复杂了 很简单的事 把它弄复杂了 这也是一个规律 对吧 因为这个规律怎么样啊 你读了很多书 你到社会 成书胎子了 你干啥啥不行 干啥 你都不灵 对吧 那书本的知识 根本就不行了 不管用了 对吧 所以又重新的去怎么样 去学习社会知识 等他社会知识学够了之后 他那个又忘了 对吧 往往用的不是你书本 是社会知识 所以这个现实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所以商场上讲究竞争 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 竞争是要往好的竞争 有好的规则 对吧 你那个物美价廉 我这个货真价实 都没有关系 他们不冲突 都没关系 我听到你 你 我听到你 我听到你